我们的胆部始终要保持它的虚源 不能出现这个现象 你看啊 转腰扣脚 转腰扣脚夹着胆 看 有人说我一扣脚就夹胆 要想不夹胆 您这样想一下 扣的时候 你让一个右脚的外脸 右脚的外脸 右脚的外脸稍微的低一点 内里边稍微高一点 你看 也就是 也就是这个意思啊 稍微的让内底边高一点 外边让它低一点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我们当圆的 你看 当圆的 当圆的 这样去做 这样去做 它有缘的 但是 你不能做成 你 刻意的 刻意的 刻意的就是 翻到圆了 圆不走 就这样 你记住 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的 一丝就行 也不一定非要 做出来 你记住 你记住 右边 比 内里边 一丝 外边 比 内里边稍微低一点 就可以了 这样 扣的过程中 这个 灯啊 等圆了 谢谢 也有老师 讲的时候 他讲了 我们做软身扣扣的 要外包 从外包进来 内开 内开 外包 这样讲 好多人是理解不了的 理解不了 它结果就做成了外包 内开 没办法做 就这样的 我跟后来 给总结的是什么呀 是让他脚的外人呢 比脚的内人的意念收到这样的低着 然后你腰身坐着 然后腰身坐着 他这个动作呀 当作是圆的 并且很自然的 很松满